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各位朋友们平安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 你所追求的可能正是你的拦阻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追求 但是我们是否自问 我所追求的 是不是正好成为我 获得更好的拦阻呢 次好是上豪的仇底 所以我们特别要留心 在麻太福音十九章的第一段里头 有些个法利塞人来到耶稣跟前 试探耶稣说 是不是我们任何缘故 都可以跟妻子离婚呢 你看有些男人就是这样想的 任何缘故都可以把妻子给修掉 有些男人要追求这样的自由 你要追求这样的自由 你何必结婚呢 不需要结婚了 所以主耶稣啊 就对这些法利塞人说 他说你们休妻啊 除非因为对方淫乱的缘故 否则呢 你们不可以随便离婚的 但是那些法利塞人呢 追求自由 追求无限制 无边界的自由 所以呢 他们想要啊 不管什么缘故 都可以把妻子修掉 他们一听耶稣啊 原来神对婚姻是有边界的 除非是对方淫乱的缘故 不可以随便离婚 那有些人就会说啊 有一个极端的反应说 既然这样婚姻是个束缚的话 那我还不如不娶的 能为这个理由不娶吗 不可以 人不结婚的理由有很多 但这个不是不结婚的理由 正当的理由 主耶稣就说 人不结婚的理由有很多 有些人是生来不适合结婚的 有些人呢 是为是因为人为的原因啊 不能结婚的 还有一些人是为了天国的缘故 而不结婚 所以不结婚的理由有很多 但不能因为哎呀 既然不能随便离婚 所以我就不结婚了 不能因为这个理由 这个是构不成理由的 所以我们什么叫真正的自由 真正的自由是 我愿意在神的话语里面 愿意受神话语的约束 愿意在神的话语里面不自由 这才是真正的自由 所以很多人追逐一种自由 一种所谓的放纵的自由 其实成为他追求上帝的拦阻 这点特别小心 所以今天我们很多人想要自由 想要自由 我们反省自己 我们所追求的自由 是不是反而成为我们的拦阻 然后本章的第二段经文 有人带着小孩子来见主耶稣 邀请主耶稣给这些孩子按手祷告 门徒却责备这些人 各位你看到了吗 在麻太福音十八章 耶稣不是刚刚讲过吗 门徒问主耶稣说 在天国里面谁是伟大的人 昨天我们也分享过 追求谦卑就是追求伟大 孩子的谦卑是流露在他脸上 流露在他举手 图投足之间 所以我们看到孩子就看到谦卑 但是门徒呢 明明耶稣用孩子的例子 给门徒上过课 但是门徒的转变 态度的转变 不是一朝一夕的 态度的形成 好态度 良好态度的形成 不是一朝一夕的 现在看到有人带着孩子来 见主耶稣 要求耶稣为他们按手祷告 门徒又开始责备 所以态度的改变 常常需要 慢慢的练成 慢慢的练成态度的改变 但是主耶稣怎么说呢 主耶稣说 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 不要阻止他们 因为天国的子民啊 正是像他们这样的人 在十八章里面呢 耶稣说 像孩子这样谦卑的 在天国里是伟大的 而现在呢 主耶稣就说 在天国的子民 就是像孩子的人 于是呢 耶稣就给这些孩子按手 然后就离开那个地方 所以主耶稣在这里啊 耶稣的话也提醒我们 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 不要阻止他们 所以我们不要阻止 孩子来信耶稣 我们也不要阻止 孩子来追求耶稣 各位想想看 我们做父母的 哪些方面 对孩子的阻止 是应该的 哪些方面 对孩子的阻止 是耶稣不允许的呢 这样呢 我们就要在耶稣面前反省 因为我们做父母的 虽然我们愿意 把好的东西给儿女啊 但我们常常不知道 我们应该在哪些方面 阻止我们的孩子 应该在哪些方面 不应该阻止他们 所以我们要求神 指示我们说 主啊 让我知道 我哪些方面阻止错 哪些方面我应该阻止 求你指示我 我相信啊 主乐意告诉我们 那本章的最后一段呢 就提到一个少年的才主 来到主耶稣面前说 主啊 我怎么样可以得到永生呢 主耶稣说 你如果想要进入生命 就应该遵守戒命 那那个少年的财主说 戒命我都遵守了 不可杀人 不可奸引 不可偷盗 那我还缺乏什么呢 主耶稣说 如果你想要被成全 你就要变卖财物 分给穷人 还要来跟随我 耶稣向他发出挑战 但是这个少年人呢 就悠悠愁愁的走了 因为他的财博财物很多 所以主耶稣说 哎呀 这个人的财物啊 拦阻他进入天国啊 所以各位 我们知道财博财物 有财物的危险 这个少年人是追求财物的 他也功成名就啊 有了很多的钱财 年纪轻轻啊 就成为富翁啊 但是这他所追求的财物 反而成为他进天国的拦阻 所以各位想想看 我们今天在追逐什么 追求什么 我们所追求的是否成为我们得到更好的拦阻呢 次好是上好的敌人 我们所追求的是否成为进天国的拦阻呢 我们巴不得把这个拦阻拿掉 让我们得到上好的 主耶稣就是我们的上好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 我们都愿意被你成全 我们不愿意我们所追求的 成为我们得到更好上好的拦阻 求主耶稣光照我们的眼睛 让我们知道我们在追求什么 我们应该如何追求 我们应该如何得到真正的自由 求主帮助我们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阿们